大家好,我是博仔 今天我讲的是Dreamgirls 不和解散之谜 和郭水福历年一直被指控是假面甜心的事儿 先介绍一下Dreamgirls的成员 首先是团长来自南韩的宋米勤 宋米勤在来台前曾经在韩国发展过 可惜育人不熟 签了三家经纪公司都被坑了 没有工作跟被苛扣酬劳这些都算是小case 可怕的是以视镜为由被骗去饭局 最后宋米勤只好跟做国际货运公司 被传身家上亿的家人拿了上百万台币赎生讨命 之后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前经纪公司 虽然家人都不太支持 但是宋米勤因为喜欢表演 所以要求家人再给他一次机会 唱功了得的宋米勤担任对内的主唱 Dreamgirls的另外一位成员是郭水福 郭水福在08年因拍摄麦当劳双鱼宝广告一炮而红 之后街拍了许多电视及平面广告成为广告宠儿 他因此上过康熙的广告美女单元 在队内担任的是rap担当 Dreamgirls的最后一位成员是李玉芬 李玉芬在主团前就因为外貌酷似徐若萱 而被称为小徐若萱 加上和罗志祥拍卫生棉广告 传出绯闻 拍了性感写真 还有参加过选秀比赛而为人熟知 舞技精湛的李玉芬在队内的担当市主舞 11年Dreamgirls发行了首张EP 正式出道 主打歌我是你的梦想女孩 走的是Kpop 洗脑歌跟摆明是要迷死宅男的女神路线 更有被小S誉为让男生疯掉的女女画面 苏醒歌软弱也很好听 隔年Dreamgirls推出了第二张EP 主打歌音乐不要停跟为爱而死 还有曼歌让你走 不冒的选歌品味真的很符合我的胃口 13年Dreamgirls推出了首张正规专辑 主打歌《美丽头条》 这首主打跟前两张的主打快歌比 真的有点独特要多听几次才能习惯 不过由蔡明佑作曲的书型漫歌听你说 这保持着水准 可惜这张专辑成了Dreamgirls的第一 也是最后一张专辑 介绍完Dreamgirls 现在就来讲讲她们常常被传不合的事 在刚成军的时候 李玉芬是三人中人气跟知名度最高的 所以成军初期就有传出 郭水福跟宋米勤联合牌局李玉芬 不过随着郭水福之后的人气慢慢的追上来 这变成了李宋联合牌局 总之水红就会被传出招牌 第一年郭水福在《真爱找麻烦》中 饰演千金梨儿而为人熟知 12年郭水福在《就是要你爱上我》中 首次担任女主 这部剧的成绩不错 得到了13年华剧大赏的 观众票选最受欢迎C剧节目奖 从13年开始 郭水福连续三年成为了FHM 台湾百大美女的冠军 由于小S在网上的票选是最高票的 但却只有第七八名 所以小S在康熙开玩笑的暗酸一项作业 我刚才我正要讲这个世界有多黑暗 你不是网路上投票的冠军吗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第一名是郭水福 就是我是被民众爱着的 可是有人在后面帮我租桑 你当时有没有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说 明明他是网路的第一 怎么会轮成这种局面 我们应该要揭开这个黑幕 这民众一定愤怒到不行啊 也没有 也没有 民众没有 觉得这种投票通常是看人气啦 不用太认真 不过这侧面的证明了郭水福的人气 14年郭水福参加了我节世界版的第二季 与Super Junior的金西侧 成为了假想夫妻 15年郭水福因为手部就换而建议了 减少戏剧工作修养身体 但手上人持有多个代言 郭水福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广告女王 高峰时14年有18个代言 15年则有20个代言 虽然里面有些是同一个牌子的不同产品 不过也是很厉害啦 在宋米琴自爆被经纪人Elsa排之前 就常常传出李玉芬跟郭水福 因为抢资源真C位而不合 不过他们都一直否认 郭水福跟在13年演唱会彩排受访时 当场哽咽撇不合 他直说李玉芬是他永远要感谢的人 因为是李玉芬找他进Dreamgirls的 极力澄清恶性竞争的谣言 外界一直看他们的不合传门都是物理看花 直到15年宋米琴在FB颇文以 1503个字爆料控诉被经纪人排 宋米琴说身为Dreamgirls的团长 在这三年长期被经纪人排 宋米琴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经纪人要排他 有多次试过跟对方好好的沟通 不过却遭到无视 情况还越来越严重 不过他并没有跟公司说 因为他知道这完全是Elsa的个人问题 这让资深来异乡发展 没人依靠的他十分的痛苦 甚至有一度想过要退团 幸好有李玉芬粉丝跟他的先生 在他想放弃的时候 给他正能量 让他撑了下来 宋米琴说一开始都没有人知道他被排 是李玉芬先发现的 并一直帮助他保护他 宋米琴说被经纪人排的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次表演完保姆送他们回家 由于李锅住在内湖 所以先送他们回家 然后Elsa跟司机说 要先送自己回家 之后才送宋米琴 这让宋米琴觉得Elsa没有经到他的责任 哪有要照顾艺人的经纪人比刚表演完的艺人早回家的 宋米琴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一样 另外宋米琴说Elsa还到处讲他的坏话 跟媒体抱怨他是Dreamgirls的脱油瓶 还出了新闻 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郭雪芙 宋米琴说 郭雪芙的保护色比较重 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 后来郭雪芙跟Elsa越来越好 越来越需要他 甚至在Elsa因为态度要被公司解雇的时候 也是因为郭雪芙力保才再给Elsa一个机会 这FBPO文发出后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郭雪芙被指控冷眼旁观团员被排 不合之说再次引爆 Elsa的IG也被粉丝灌爆 此时有风向反扑说宋米琴此举也是在巴林Elsa 所以宋米琴把Elsa的照片撤了下来 隔天宋米琴再次PO文说 希望网友可以冷静点 我不希望这个故事的事情的重点跑掉 跟雪芙也无关 是我知道雪芙依靠这个经纪人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跟她分享 同天李玉芬也在FB发文 证实宋米琴的话 被欺负还选择不说 还想着保护别人 就像你说的 让这些长期的伤痛和解释不完的事情 画下句点 接下来或许还要被打扰 或者各种猜测 不管未来会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听你到底 Elsa也回应说 我是公司的员工 以保护公司艺人的立场 不适合发表任何的言论 谢谢大家 9号的时候 Elsa在FBPO文说 经纪人的工作 真的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无论是什么 是不开心而有所误会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希望这事赶快落幕 同天郭雪芙出席活动受访时表示 女人之间相处 难免都会有一些摩擦 因为工作上的一些 可能不愉快与误会 然后一直没有解开LINE 也没有沟通 所以才会累积到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也不希望帮谁说话 然后让一方觉得难过 先交代一下背景 一开始只有Elsa一个经纪人带Dreamgirls 后来因为郭雪芙越来越红 所以转由Elsa主要带郭雪芙 李宋就交给另外一个经纪人Amanda 不过在宋米琴发文的前一年 Amanda因病去世 所以Dreamgirls的事物 再次由Elsa一个人负责 外传因为宋米琴是南韩人 所以有些用字表达方式 常让人误解 再加上不了解台湾的媒体生态 成了在Elsa眼中容易摆臭脸 有大头症的难搞艺人 也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在Amanda过世后 Elsa考量宋米琴说中文可能有困难 演戏会吃力不讨好 所以到处替她接主持及综艺节目通告 有意让她转型成综艺咖 不料此举却让她有被冷落的感觉 也有知情人士指出 其实在Amanda过世前 有帮忙排解Elsa跟宋米琴之间的纠纷 但不愿意解开心结的是宋米琴而不是Elsa 怎么知情人士这么多啊 两边的说法不一样 真的让人看得物理看花 实情是如何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另外因为Dreamgirls后来的经纪人Ray承认了 这封信在公布前 有拿给公司高层看过才摊牌 被指等同于官方认证 所以有阴谋论说 因为红了的郭雪芙翅膀硬了 不愿意续约 所以公司有意见 宋米琴之手凑凑郭雪芙的锐气 不过Dreamgirls里 宋米琴是第一个离开公司的 事情过了几天后 郭雪芙出席活动时 难免再次被问到这次的风波 郭雪芙说有跟宋米芙通电话 也有跟李玉芬传讯息 不过却被传出已读不回 密情联络了 那也有说就是 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跟空间 让他们私下好好的沟通跟处理 我有传讯是给他 所以是能主动打给他 大概讲多久 讲多久没有算时间 但又讲了对一期 如果你说你有打电话给你个情联 比较偏 那为什么就是宋芬只有传讯息 这个问题吧 因为是刚好 我可能在传讯息的那时候 就是刚好回应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母亲了 那现在 对 宋芬可能还没有看到我的讯息 因为我是林郑珊 我相信她会回应 对此李玉芬回应没有已读不回 吃点传微信给我 然后我起床又回 有看到人也回了 那其实我不要不希望 就是私底下的东西 搬到台面上来 对啊 我不喜欢草新闻啦 因为他也没说已读不回 可能是媒体写错了 我们团体一直都是在同一边 那没有说 谁跟谁怎么样 对啊 因为其实这是对事 没有对人啊 其实郭雪芙没有说过已读不回 只是说在凌晨传的 相信李玉芬会回 李玉芬也回应说 起床后回了 18年宋米琴接受访问时表示 心结没有解开 自己事后也曾经想过要找原因 不过对方没有要说 他也没办法 他也坦言 当时这个人有影响到工作 讲完Dreamgirls的不合传闻 就讲为什么 郭雪芙会一直被传是假面甜心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报道说 郭雪芙是假面甜心 例如他跟纳豆拍摄全家广告的时候 有传男方热情的大喊女神 但他撇过头装没看见 之后对方平平NG 他还不耐烦的 鼠秒喊重来 有传是纳豆求爱不遂 放话说郭雪芙耍大牌 不过双方都否认此事 除此之外 英福有次上节目爆料 被同门双面女星A女摆了一道 你不觉得公司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 你就开始跟我抱怨一大堆公司的事情 过没多久有一天进公司 突然间公司的所有的人 就是金金人对我就是很鄙视 或是那种很冷言冷语 然后就到处去打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英福直言被A女害死了 之后历经跟旁边的助理讲嘲笑话时 讲太大声害全部人都听到了 虽然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被消音 但周刊报导说 全场的人都听到 这个A女就是郭雪芙 事件发生后 英福在FB澄清说 讲的不是郭雪芙 当天她并没有指明到信的讲是谁 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猜 英福之后再次强调 我没有想要特别攻击谁 只是分享曾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要指明到姓是谁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以上的都只是谣传 但以下这事就闹得真的很大 在18年郭雪芙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 在日本好像有出场片 有跟她联络吗 关心一下 嗯 对啊 是很久没有联络了 好像女情好像有怀孕 对有今天听到消息 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事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忙完之后 要好好地恭喜她 尴尬吗 嗯 我想就是抱着一颗真心去祝福 应该不会尴尬到哪去 然后下台的时候 刚还在笑脸的郭雪芙 被拍到臭着脸的跟经纪人说话 看嘴型媒体猜的是他没有来打 不过郭雪芙后来解释说 他当时说的其实是他的内衣崩开了 没有就是上网去看了一下那个新闻 那个讲出来的话是真的蛮像那句话的 其实我当时最慌张的真的就是衣服的事件 所以没有想到那一句话被解读成 嗯 没有来挡 对 我们开0.5倍速看 其实还蛮明显 他说的是他崩开了 他说对于跟前团员的问题 之前也回应过很多次了 没什么好挡的 当天问的问题 经纪人也没有想过要帮你 因为其实从以前大家都会问我 这些问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挡 前团员宋米勤也帮郭雪芙缓家说 郭雪芙以前在访问的时候也说过 自己在敬营一圈前是比较封闭的人 因为爸爸常年在大陆工作 妈妈在他9岁的时候离开人世 之后就一直被丢到阿姨家住 过着漂泊的生活 光小学就换了三家 之前也试过因为不知道要跟别人怎么打招呼 而被误以为是在耍大牌 然后讲话也比较直接 所以常常不小心得罪别人 他都没有到医院去 他听信偏方 然后住进那个公里 是那边的人发现他在里面过世 然后可是你到医院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就是 你就是眼泪从眼睛直接掉下来 然后你无法说任何一句话 然后你连碰他手都是发动的 然后你无法说任何一句话 然后你连碰他手都是发动的 他去内地工作 隔了半年一年这样吧 对到后面才知道才来看我们这样子 你光小学你就换了三家了 我跟我妹妹就在阿姨家 有来看我们 他现在已经回台湾了吗 爱过世了 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刚刚说话年代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问讨厌大人 然后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话 所以你说这是要怎么形成 你没办法用一个事情把它形容出来 你只能说你的人生过程中 慢慢形成你后来后天这样的个性 至于Dreamgirls三人的关系 很明显的李玉芬跟宋米琴的关系就比较好 还在Dreamgirls时期 她们就被派到两人一起去看电影 15年宋米琴结婚时 李玉芬跟吴怡婆一起当伴娘 虽然一直被传不合 不过当天郭水福下班后还是有去婚礼 你不要来当半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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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girls解散之后 也常常能看到李玉芬跟宋米琴合体 例如宋米琴开店时李玉芬有到常支持 宋米琴在怀女儿的时候李玉芬就坚持一定要当干妈 又问到为什么郭水福没有当干妈时 宋米琴这么解释 宋米琴这么解释 郁芬是干妈 对对对对 所以学乎的是 呃 因为我们 私底下也 比较没有 联络啊 那 郁芬是 我们 也是住隔壁 然后 一直都有 来往 然后一直都在 在一起 互动 对 那 我觉得她当 小朋友的干妈 也是蛮合理的 对对对 学乎没有报名 她问一下 问一下 她没有报名 可是她有恭喜我 恭喜我 那个 怀孕恭喜 对 我也蛮开心的 算是已经破冰 破冰 有冰吗 刚想觉得你突然 就是很久没落 然后穿住 是当然有点 突然 可是就是她 我就看她写给我 恭喜 之后李宋 两人更搬到对方家附近 当起了邻居 因为我们自己下来是朋友 在美特的时期 对 然后我们 是会一起出去吃饭的朋友 所以 那时候就是希望可以一起努力啊 打拼 这样子 那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是啊 是朋友 现在还会常常出去吗 跟之前 其实 真的蛮久没有联络 因为各忙各 跟米琴 比较常有联络 米琴就是 这可以讲吗 好 等一下搬下搬离我 比我很近 所以可以 呃 其实我觉得三人应该没有到不和 只是李宋 两人变成了真姐妹韬 而郭水福跟两人 就是纯朋友的关系 虽然有经纪人事件 不过顶多就是有些隔阂 慢慢的疏远 但应该没有到不和啦 就像是我跟我以前的旧同事 有些到现在关系还是很好 但其他有些的就比较少联络 那不代表我跟他们不和啦 好啦 请你们再见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 早收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